23日黄子娇以策划人的身份 在台北出席狗年登展记者会 这次邀请了超百名艺人共同参与 近日黄子娇的17岁爱犬元气 因年纪见长也有生病 让他特别心疼 不过娇哥也表示 狗狗现在已经在往好的方向迈进了 很感谢大家的关心 我们家的狗现在 一直在往好的地方在迈进 待会还要带他去两家医院复诊 我最近都在狗医院之间巡回演出 不同的医院去带他看不同的科 那很幸运 就是在这十几天的密集的关照之下 还有很多人帮他祈福 送了很多的那个庙里面的 那个幸运符给他 谢谢大家的关爱 那他状况还不错 对黄子娇来说 狗狗元气可是他最重要的家人 甚至比女友还重要呢 那他对我来讲 就像家人17年的陪伴 我老实说他跟我的关系 可能比女友啊 还要密切这样子 所以照顾他是应该的 不知道你这么说 孟耿如会不会吃醋了 那你们也谈恋爱这么久了 会不会结婚来冲喜啊 他还没有病到需要冲喜的地步 我离开我拜托的 结婚不着急 结婚不着急 但是我讲实在话 谢谢大家的关心啊 但是我不娶他要娶谁呢 这一定会有这么一天 请期待好不好 但是不着急 谢谢谢谢 看来你们感情很深了 据说过年去女友家拜年的时候 还被狗给咬伤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大年初一好不容易 抽空一小时去他家拜年 二话不说 他的狗就咬我的手掌 那我想说狗年嘛 好像就被狗咬一下 应该是蛮吉利的事情吧 所以就留下了一个淤血在掌心 狗年被狗咬也是很吉利的哟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